中美兩國目前呢 角力又起來了 美國呢又盯上 中國的地體產業啦 那台灣呢又有哪一些公司呢 有機會獲得轉單效應 想了解嗎 聽節目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稀奇古怪 那妍欣呢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記憶體低潤產業的動態 那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兩年中美的兩大國的角力 是不停的上演 既什麼華為事件 再來呢中興制裁以後呢 最近美國又有動作了 最近啊美國眾議院啊 就以長江存儲 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呢 與解放軍關係非常密切 又以呢國家安全為理由呢 提出要將長江存儲這一家公司 納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 實體管制清單裡面 這家公司呢 就是紫光集團 跟中國政府合資成立的 那他主要的業務就是做 DRAM跟Nefresh的製造 那這幾年呢 中國大陸是發展半導體這個產業 所以導致長江存儲的快速崛起 也就是讓他的產能越來越大嘛 好 那長江儲存呢 又加上他近期是以供應加大 來搶四戰 那之前業界就傳出 這個是有一個重要性就是 長江存儲預計在今年下半年 有機會量產成每個月有超過10萬片的量產 產量就非常大 那這就被市場解讀為什麼 被擾亂市場秩序 打亂市場行情的一個最大變數嘛 好 那假設長江存儲呢 遭到美方制裁 他就有機會面臨到 他無法取得關鍵機台的問題 那產量呢 大家就知道啦 沒有取得機台 產量就供給勢必會減少 那供給勢必會減少 進一步呢 銷價競爭這個問題就不會產生嘛 所以會打掉像殺價競爭的一個可能性嘛 那大家也看到目前像D-RAM呢 在進入第三季以後呢 已經邁入傳統的旺季了 尤其是整體的市場 在這裡是供不應求 因為加上了一些電競 加上一些公控設備呢 大家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產品線是持續的提升 有機會啦 在第三季 Netflix的報價有機會上調5到10個百分點 所以股價還沒上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產業 好那我們當然會了解到老公司呢 老牌公司大家就聽過了 8.299的群聯 他在控制IC跟記憶體模組出貨暢望 其實近期出貨都不錯 5月的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那尤其像6月 看到6月以後 你會覺得稍微小幅減少 但是呢還是創歷史 3月第4高 也就是即便小幅下滑 但是營收還是很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兩個月會推升第二季的營收 是創歷史同期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是步入旺季 下半年的營運 在這裡群聯 下半年就可以稍微注意了 好的 那再來看到威鋼 威鋼近期是宣布新產品要推出 就是112層的堆疊3D RAM 那這個新產品呢 他就是告訴你容量會非常高 效能是更好 而且呢 會幫助威鋼助攻什麼 打入5G 打入物聯網 打入AI這些所有的發展 今年第四季會正式亮場 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 尤其是再看回來威鋼 4月5月的營收呢 是創歷史新高 6月持續維持高檔 所以呢 推升第二季的營收 是突破百億 當第二季的營收突破百億 這就告訴你 這是創11年來的歷史新高 11年之內都沒有這樣的成績 好的 那當然威鋼也是因為 營收非常好 主管機關有要求要字節損益 4月5月的字節EPS 已經出來了 是4.57 這個數字已經高於第一季的2.94 然後呢又高於以前歷史 紀錄單季的3.62 也就是告訴你 它今年的營收是持續的向上 所以呢現在可以看到 如果以這樣的營收 持續維持升溫的話 今年有機會 EPS上看12塊 當EPS上看12塊的時候 大家就要稍微注意 股價還沒有太大的表現 就可以照低檔切入的買點 那還有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所有的產品是比較特殊 都是在像包含工業用的 記憶體模組 然後像記憶卡固態硬碟 這些它都有做 而且它的產品皆全部通過 耐軍規衝擊的測試 跟耐軍規震動的測試 然後這都是拿到專業的認證 那這兩項的認證 無論是放在像5G 放在像一些通訊技術 邊緣運算它都可以確保 長時間不停機的 高速運算跟處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到 它的公司的產品 是非常有競爭性的 那實權呢 原先它就已經拿到 非常多的專利技術的 超薄石墨烯的專利散熱技術 近期又再傳捷報 又告訴你 我又拿到美國的專利認證 所以它像這些的產品之後 都會用在它的工業的 記憶體模組 跟工業的固態硬碟裡面 就是告訴你 它新產品之後 都會放上專利的這個技術 好 所以你可以看回來 有新技術就是 容易有新營收 有新技術就容易搶到新市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實權第一季的EPS是2.16 那智傑呢 4月5月已經加起來是1.71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第二季的營運 是持續維持高檔 而且整體呢 有望於優於第一季 所以當股價回落的時候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 那言行呢 持續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後產業近期的變化 那希望投資朋友們 大家會喜歡 尤其是像之前都有講過 像記憶體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連結起來 一起看 那記得看完影片 要幫妍希按讚跟分享 那之後呢 LINE上也會放上補充資料 假設有投資朋友們喜歡的話 就可以加LINE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